剛才聽到很多前面的講者的分享 尤其剛剛年校長的分享 跟我們都有很多不謀而合的地方 你今天唱很多歌曲 其實我也很喜歡唱歌 在學校我也會整天唱歌 但今天我可能沒什麼時間去唱歌 但有機會和你一起唱多些歌曲 今天很榮幸得到大會的邀請 讓我能夠代表我們加德里五間學校 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怎樣將經典和品德教的結合 加德里五間學校分別是在沙田 沙田1988年開辦 現在已經是25年了 剛剛今年是銀器校慶 我們很多活動很多豐富 在安排上剛剛做了一個很大型的 音樂劇或者稍後有時間 我們都可以再分享一下 其他學校分別位於在墳嶺 黃埔花園 也都在兩年前我們在釜山村 蒲崗村都會開辦做一間學校 總共有五間又轉為幼兒園 我們學校的學校分別是先求人格 後求卓越 大家都知道 品德教育的培餘是非常之重要 小朋友由一出生到成長 知識的追求可以是無窮無盡 但是做人的品格真是從小 不要以為他們不懂 幾歲落地 其實他們已經很懂得看眉頭眼睛 所以我們學校的學校分別是說 人家培育我們要先走 有了好的品格之後 他也會懂得追尋他的知識 弟子規也有說 彈力行 不學問 任己見 背理真 我們一定要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 我們可以見言思齊 我們繼續去增值 繼續去努力 讓我們封盛自己人生 封盛自己的學養 能夠懂得去感恩 懂得去關懷 懂得去愛護 所以我們在學校的課程裡面 就會定了 因為德育課程是我們校本課程之一 另外我們會講經典 兩文三語都是我們的重點課程 如果在德育課程裡面 我們經過好幾年的一路的改動 我們就定了落實了有24個德育課題 前面的是中國的八德 校弟中信 禮義廉恥 接著的就會是愛 凡事人皆須愛 愛是很重要 勇敢 智慧 謙和 謹慎 分享 折劍 仁義之足 感恩合作 勤學誠實 珍惜 尊重關懷 剛才聯合掌的感恩我們也有了 在24個德育課題裡面 我們會怎樣把經典去配合 去讓小朋友重做之中學習 或者是怎樣把經典所講的 晉語 聖言的智慧 能夠透過我們日常的活動 可以是做得到呢 可以是學習得到呢 我們學校的經典書籍 我們自己是編引 由兩歲 三歲 我們叫做N1班 K1班 我們會讀弟子規 三歲的時候去到K1 我們都是讀弟子規 但一升到四歲 我們會讀三字經 去到五歲高班 讀千字文 另外我們都會讀大學 老子 我們這個會在K2和K3的學習 我們有字編的詩選 唐詩選 在全年裏面 我想小朋友二十首 四十首 如果四年的學習 是會學到一百二十首的唐詩 這個都是我們加德黎的經典學習課程 我們剛才那個題目 我們看到的是從經典怎樣融入到品德 所以我們會集中講用弟子規 弟子規是一本非常好的啟蒙書籍 如果是語會者都認識這本書的時候 我們都說在這七個章節 入則孝 出則敵 謹 順 犯外重 親人 如歷學問 就是如果你能夠一路貫徹實行 落實執行 用心向學 我相信在這個品格培育 那方面絕對是有幫助 學校也都會印製了很多一些的教材 譬如我們說 進語集 我們會做很大張的Poster 放在學校課室 會讓小朋友能夠隨時隨地 在情景 環境實踐中學習 我們會印製一些細像 放在進語集 派給家長 讓家長能夠在家中 都能夠跟學校同步 小朋友所學的東西 和家長能夠一起實踐力行 接下來我們會把小朋友平常學習 我們總結下來 一些花碎 或者一些學習的片段 和各位分享 在課堂初初開始的時候 當然老師都會講一下經典 會解說一下 如果是容易解說的 我們會和小朋友一起分享 但是如果有些 他未必認識 尤其是小朋友 我們未必必需要解釋 但是當他成長之後 他慢慢回過頭來 他會明白的 我們看看老師 在初步的時候 我們很簡單 看看老師會有些什麼 跟小朋友去分享 讀入學校這些 媽媽叫你的時候 你馬上要怎樣 要認媽媽 還要看著媽媽 是嗎 如果看著媽媽 我們還要認識媽媽 我們還要認識媽媽 誰能做到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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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古教 隨形成 復古教 隨隨形成 讀經典的好處 那一台學者 很多講者都有講過 除了傳承中華文化 提升語文能力 其實聖賢的智慧 真真正正可以讓我們 不斷地吸收學習 好 我們又看看 小朋友回來的時候 弟子館裏面有講 僅爹邊有講 禮貌 一心願拜恭敬 你看到小朋友 他真的懂得九十度骨功 但是這個骨功不是他一生出來懂的 他真的要學的 有些說骨功只是這樣掩頭 我們覺得和家長分享 他們都不懂得彎下身九十度 我們要教的 但是小朋友實踐的機會 因爲他們會輪流做禮貌寶寶 他們會有一個前面 他會輪流做禮貌寶寶 揹了一條帶 就是他有個角色 他有個責任 由高班開始輪起 一路到右班 小朋友從中就學習 懂得會叫人 回來的時候 我們會和別人打招呼 每一個小朋友看到 會怎樣做的時候 一起可以跟著學習 我們好像有幾句都看一看 早安 早安 習慣了見到人要叫的時候 當在校園 他們見到老師或者嘉賓來參訪 他們都很自然會和嘉賓或者老師打招呼 露餘長 直吹入 見到人我們要快點去打招呼 你見到校園 我們都會有很多這些盡餘會貼在這裏 小朋友排隊 每天都要的 排隊去洗手間 排隊去玩活動 暴鬆融抹端症都會在弟子規僅裏面有講到 小朋友走路 我們都希望一個一個跟著 要有禮貌 不要推撞別人 這個都是在學校的環境裏面 我們是有現實的環境 讓小朋友隨時隨地學習 這裏我們就說 在弟子規僅這篇都有講這兩句 將上課 聲別揚 敲門入來 你有需要進來的時候 你有什麽動作呢 這個都是要做的 不要這樣推開門進來 敲門 老師早晨 見到校長早晨 有些人進來沒有叫人 我就會抓住他 有個叫人 校長早晨 老師早晨 主任早晨 他們都會慢慢慢慢練習 他們會懂得有禮貌 這裏就是第二節虧緊的 小朋友很多時候都會用到 用人物衰明球 躺不紋即為偷 不是小朋友 老師都有 我見老師都貼在文具那邊 經常被人借了些筆 不還 不見了 我下務處都是有時候 我借了下務處都進去 我校長室 下務處就說 不見了些筆 原來我借了進去 小朋友呢 他們都會用這句 來怎樣跟小朋友相處呢 有些巨語呢 我們真的可以在日常活動之中 小朋友一直續的時候 我們就會拿出來教小朋友 讓他們容易吸收明白 好了 自觀服有定位 在我們第二節虧裡面有這本書 小朋友很多時候回到家 我相信都是父母親同在一起 就幫他做曬 照顧得很重要 幫他掛衣服 穿衣服 都是他 但是我們讓小朋友 學習的話 我們要給他機會了 在學校裡面 我們有全日班 全日班的小朋友 睡醒後 會自己懂得穿鞋 穿衣服 還要教他們摺皮 當然 雖然K1是未必會掌握到 但是當是K2 K3的時候 他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他就可以做的 所以在學校教了他 我們都希望 家長 還有家長 其實你都可以給他們多些機會 自觀服有定位 物與利 區與近切 應該就在第二節虧裡面 都可以學得到的 洗手間 我們在校園的洗手間 一定會 尤其現在 N7H9 會很重要 所以我們其實每一次 都會提醒小朋友 便利回撤淨手 你一定要注重衛生 注重健康 所以小朋友 也都自己懂得去清潔 也是在裏紙巾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不要浪費 要珍惜物品 我們都會有些提示給他的 在飲食方面 這幾句也都用得著 我們有茶點角 我們有全日班的小朋友 我們每日都有用茶點 對飲食物簡集 食色行物果則 我們在我們的茶點角裡面 我們都會貼上一些 和弟子規相關的標語 讓小朋友在益進食的過程裡面 都能夠有禮貌 不要拿那麼多 吃東西的時候 不要大聲說話 沒有禮貌 我們也有一個叫做餐桌禮儀 食物 如果你吃不完 不會餓得太多 但我都希望儘量吃光 你所要的東西 不要浪費 這也是講珍惜 在圖書國裡面 也有這一句可以用到的 譬如說 我們看完書 《讀漢不旋圓處》 有缺懷就保之 每一個圖書國裡面 每一間學校都會有這個標籤 我們提醒小朋友 你用一本書一定要擺好 如果每一個圖書國裡面 有選擇的圖書 希望你為圖書整理 將它修補 去珍惜 不要說 爛了就算了 甚至鐵的時候 看書的時候不小心 我們希望能夠用心 去做好每一件事 我們都是這樣 透過活動 來教小朋友學習 很多時候有住院或學校都會去參觀 在參觀過程 老師一定會跟小朋友分享 今天你參觀的目的是什麼 你想學些什麼 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你用心點去聽 聽完之後 你嘗試一下去問 我們會去參觀警察局 我們會去問 我們會參觀交通安全城 有很多警察去講解 小朋友 我們都會參觀道路安全車 拍掌學校 小朋友上去學習 如果你有問題 你可以舉手 我們鼓勵小朋友自主學習 剛才我們都經常提到 港姐都講過 自主學習有自信 所以我們希望小朋友從探索 從他有疑問之中 他可以去問 然後拿到一個正確的訊息 所以我們說 心有疑除責技 就人民求確義 這個提指規裡面 亦都能夠應用 在小朋友的參觀學習上 這一個就是 剛剛聯合了很多的 德育的歌曲 感恩 在教授 剛才也講了 師教授也講了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的關愛座 讓座 優先座 在這些座位裡面 我們都說要知道 能夠將有需要的人 我們要去關顧關懷 在禮貌上 我們要尊重 有需要的人 我們要尊重 我們要將座位讓給長者 或者是有需要的 孕婦 老人家 或者是剛才說 在若能 那方面我們都需要關顧 我們這張照片 剛剛在音樂劇裡 我們採取出來的 就是 小朋友是扮演 讓座這個角色 而我們也會做了很多 和讓座有關的歌曲 其中有一首就是 我們看看下一張 連下張就有很多作曲 這個特音歌集 都是我們很多學校 自己有專人幫我們作詞作曲 裡面也有很多得育的歌曲 其中這一首讓座 就是我們小朋友 透過活動 我們去實踐 去體驗 扮演需要讓座的角色 我們來聽聽 我把所有人的意義 我老婆婆 老婆婆 你見我 婆婆我所選擇 你不理呀 我所選擇 讓你做人快樂過 我所選擇 讓你做人快樂過 他們都懂得讓座 給我們聽到 出街的時候 他們懂得讓座 給有需要的長者 這個也是和長者有關 出質地裡面也有講 長者先有者後下 我們剛剛提及到 剛剛完成了一個 25周年的兒童音樂劇 我們的校監也很有先見 我們會送票給長者中心 因為我們下面都會看到 每一年我們都會探訪長者 去和長者一起做活動 我們既然有這麼大型的活動 我們都希望能夠和社區人士分享 所以我們會送入場見給長者 送到之後 我們都想到 剛剛說 長者我們需要尊重 雖然我們是七點半入場 兩點半開場 但是長者可以兩點三就可以入座了 讓他們慢慢慢慢可以坐下 安坐在座位裡面 然後我們其他的嘉賓才入座 這一點我們都會想到 就是說 我們平時是這樣想的 我們就實前是這樣做 所以我們都記在心裡面 這就是我們會因而言 很多參訪活動 就是參訪長者中心 凡事人皆須愛 天同佛地同在 誰不需要大家的關外外匯呢 雖然我們可能會守護天使 暫時來做這件事 但是我們去到長者中心的時候 小朋友學習 和長者合骨 我們會和長者一起活動 一起去讀經典 我們會送禮物 很開心 我們有雨傘拐杖 有些機構送給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就將它轉租去長者中心 無論在節日裏面 中秋 聖誕 或者新年 我們做很多 尤其是有機會去學習到 認識到 老不老 以及人之老 我們要尊敬我們的長輩 疼我們的爺爺媽媽 公公婆婆 凡事人皆須愛 幾有能物自私 我們有每年的愛心利事捐贈 小朋友過了一年之後 每人一封利事 我們鼓勵他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和孫明會合作 我們現在的學校都會做 就是將他自己有能力的 有些不止一封 有些很感動的 整個錢匙拿來 進入了一些散銅 不停入 所以很感動的 我們也有做震災 相信前幾年 或是前年 一週年留在日本的震災 東營震災活動 我們不止這個 在四川 我們中國都做了很多 上次四川民川地震 我們除了學生 家長的捐款 學校也都一對一 一對一捐款 是百萬八 我們會送給慈濟基金會 由他代表去做震災活動 所以在關愛社區裏面 我們都會時時刻刻 都會讓小朋友 家長都能夠參與 是共同 將自己有能力 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在學校也都會講到 品德教裏面 我們都講到 珍惜和感恩 環保教育 都是我們學校的重點課題 每一間學校 都會有一些環保角的設置 擺放不同的類別 小朋友 他會自己 家長都是 很多時候自己都帶著 讓小朋友自己擺放 他們懂得分類學習 紙的會放在這裡 鋁冠在哪裡 光點會在哪裡 他們自己會懂得分 分類完之後 我們會齊集了 就會送去 或者是請環保機構 會來回收 我們希望能夠循環再做再用 我們都帶學生去參觀 大圍的慈濟環保障 學識到原來膠樽 是可以重用 可以將它壓碎了 打碎了之後 可以造成很溫暖的景色 衣服 襪等等 你看很多的擺設物 都是透過很多人的心思去設計而成 所以我希望珍惜物品 他們嘗試將一些磚踩爛 壓碎了之後 才運去再造 這就是我們參觀的活動 小朋友 他們也都在學校 將一些物件收集之後 拿去環保站 我們看看 在學校 反正都是 我們都去 然後我們就將 所收集到的衣濟 將尺紙筒 紙巾盒 我們送去環保站 等環保 教的子宮 將它能夠適當分類 現在他們就教我們 如何把瓶蓋 蓋環蓋 要分類好才可以用得到 我們都會定時請環保站的同工 來收集這個物件 所以都不會浪費 我們希望鼓勵小朋友 能夠學會珍惜 去種菜 也是很開心的活動 加油農場 我們有試過和低班高班去種菜 這個目的 我們希望能夠鼓勵小朋友 幫忙吃蔬菜 除了減炭 實際上真是健康的 所以學校 也都會每一個星期 都會推行兩次素食 我們在茶碟 在善食方面 我們都會用素菜來安排 也都鼓勵小朋友 真是健康一些 對於環保也都出了分力 好了 看了前面那一段 我們就是 測錄一些小朋友的活動 有否困難 有否困難 教育 實際上真的有 我們覺得 教育小朋友 不難 其實家長的配合 才是最重要 因為學校真的幾個小時 家長 家庭的教育 是持久的 所以我們在家長教育方面 我們就說 一定要做多些 因為我們相信 教人 最重要的因素是 人 無論是老師或家長或 研教 新教 都是這麼重要 要教好孩子 我們必須提升 大人 老師 和家長 這就是我們覺得 最重要的 成人的一言一行 就是小孩學習的榜樣 所以我們在官課時 都跟家長說 其實你們是一個最好的老師 家裏就是最好的學校 是可以引用到一個環境 讓小朋友能夠不斷地學習 你的新教研教 就是成為學習的榜樣 我們會 這裡我們都想說說 就是 我們會定期找人家長教育講座 但這個就是我們公開性的 教育理念 和校長課程分享會 家長未曾入讀的時候 他可能來想報名 我們校董 軍校董 校監 我們都會安排了一個分享會 參加者非常踴躍 踴躍 是千多個未入學的家長 我們將我們學校的理念 我們的課程 一一和他分享 我們希望他不要選錯學校 我們希望他能夠摘線而從 就是說如果你認為 我們這樣的理念 這樣的教育 對你小朋友好的時候 你來吧 我們歡迎你 但如果你覺得不適合的 那你不要進來了 因為學校和家庭的理念相近 才是能夠對小朋友好的得著 我們定期會舉行家長講座 講多些親子教育的方法 讓小朋友都能夠明白到 你都要尊敬父母 而父母親怎麼能夠提升 這個和諧的親子關係呢 怎麼能夠提升小朋友 抗疫的能力呢 不要經常發脾氣 要知道自己錯的地方在哪裡 從而去學習 聽父母話呢 所以我們透過很多家長 做一些家長的工作 我們每年各級都有官課 當家長來的時候 我們會一一告訴他 小朋友現在的學習是怎樣的 他會學到什麼 在兩歲三歲 升級之後他會學些什麼 我們的課程是延續的 我們的課程是不斷提升的 但是所說的二十四個低課題 都是一樣的 不過就是說可能由淺入深 因為無論是四級都是這個課題 右班的我們會講淺易一點 去到高班的時候 當他人生經驗豐富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會講得深入一點 也會聽多一些他的經歷 所以在派發每年的評估報告的時候 家長和老師之間 就是一個溝通的橋樑 家長官課 他都會和我們一起做 這個也是在做養助的這首歌 你家長都很開心 也很投入 他知道這樣的時候 認識到小孩都能夠學習到的時候 日常生活 他真的可以教授一下養助 我們在普通華州 我們都會有很多的活動 這個很邪惡愛我家 都是和孝順和關愛有關 所以很多的活動都希望能夠 家長參與的時候 他能夠親身去體驗和感受 家長學堂辦了兩年了 很多家長都學了之後 非常之有用 因為我們都希望告訴他們 弟子龜是一本很好的品德教育書籍 我們會和他分享 他裏面的內容 裏面的哲理 我們要讓小朋友告訴他 我們是怎樣讀經典的 家長與家長之間 可以分享一下 如何利用經典 在日常生活裏面 可以用得著呢 完結了之後 就有證書 很開心 因為他們都能夠明白 有實用 能夠幫到自己的小朋友 在家長方面 希望能夠認識更多的話的理念 我們都有很多的配套 學生手冊裏面 我們將弟子龜 朝起早夜面遲 神必冠兼掃口等等 我們翻譯做一些廣東話的文本 讓家長能夠回到家 能夠觀察他 持續的三句觀察 是不是經常做到呢 或者提示一下才做到呢 如果未能做到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幫小朋友去提升呢 回來的時候 我們老師可以看到 或者家長會寫一些 一些想認識孩子 小朋友做得到的說話 我們希望家長都能夠寫給我們 這是家後溝通的其中一個方法 亦是鼓勵小朋友去學習 好的品德的其中一個途徑 這個就是放大了一些語句 我們半年會做兩次 希望家長都明白到 我也是有責任的 要幫我們小朋友學習的 學校都出了很多教材 講家賢得幸 這幾本都是我們的得育課題 我們都放了下去 例如孝親人愛 誠實喜 尊重感恩 勤學 分享 智慧 我們裏面有很多的篇幅 都可以和家長一起分享 你都可以照著這樣 去幫小朋友學習的 很多的進餘 在這本家賢得幸集裏面 我們有回饋的 家長在後面會寫給學校 他們可以做到多少呢 最欣賞小朋友的地方在哪裏呢 在本家賢得幸集的後面 他們是會回饋 每一年的時候 可以給學校 給老師去分享 我們都很感動的 看到家長寫了一些 很感人的說話在這裏 校信 都是我們和家長分享 和家長溝通的途徑 校信我們都會放了很多 我們的主題 放了很多主題 很多的故事 讓家長也有一個教材 有一個提醒 可以怎樣去幫小朋友呢 這個校信都是我們學校自己的編引 生日會 每一個月 我們的感恩生日會 一定是邀請家長來參與 剛剛昨天都開完生日會 來到的時候 我們告訴小朋友 你要親父母 校父母 敬親恩行後道 怎樣行後道呢 我們會透過很多歌曲 我們唱感恩的歌 我們會奉茶給父母 我們會送禮物給父母 感謝父母 我們會和家長一起 透過活動 去學經典 我們會和家長一起 留念 今天這麼開心的時刻 好 我們看看昨天 這個也是其中一些我們的活動 我們看看 謝謝 在錦恩生日會的時候 我們都提到很多事情 看到家長很感動的 但是她知道學校有這個理念 她很認同 這個是小朋友奉茶 不知道有沒有試過呢 如果沒有試過 從今天晚上可以教我們小朋友 她說 我都沒試過 我兒子 我女兒 你倒茶給我喝 真的很感動 我們去幫忙之後 請她都倒杯水 給點點回來 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 一起唱歌 滴下肚子 我幫你踏下肚子 擦下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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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下肚子 曲 Ending 親親父母 這個希望 就是觸段親子關係 時時刻有一種 愛爸爸媽媽媽 和煒親人的心 這個就是講昨天的生日會 我們也有七十多個家長來 我們有些活動同一齊 我們經常教一個小朋友 你好好提喚 有些小朋友就紅毛 幫著爸爸媽媽去都跑 有些小朋友也就是 玩的時候習慣一 Rafael會撞倒 若要撞倒的時候 你說會很恐怖 寋寶寶替你療傷 但是其實他們是很男幼 我們說身有傷而親修 鼓勵小朋友 不要幫忙跳跳 不要跑 不要跑得太緊要 有禮貌 這邊就是家長 拿了一些地址規的進語卡 怎麼能夠跟圖畫結合呢 我們希望鼓勵家長認識多些 對經典認識多些 預備 開始 1 2 3 好 請家長 我看哪一種圖畫 是 你和我們一字歌是相配 看圖配具 家長說 我以為會多些 我以為會多些 我以為會會多些 所以我們會說 我希望透過不同的活動 去幫小朋友學習 有些家長說 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透過這裡 因為我明白很多 所以我們希望 時刻都藉著不同的機會 希望能夠讓家長好 小朋友好 能夠多些認識 經典和得育的好處 剛才也有說經典 喬楚寶 我們從第一屆開始 第二屆 第三屆 第三屆 第四屆 第五屆 現在已經進行了 我們也是鼓勵小朋友 全校參與 全校參與 老師小朋友也全校參與 這裏就是那些考官 來到學校 這位師姨 阿黎會長 小朋友也很正經 他所學的時候 懂得多少 不要緊的 你能夠讀出來 就是厲害的了 因為你是有肯去讀書 讀經典 我們在這幾年裏面 發覺真的不錯 小朋友和家長都很融資 我們那個合格率 一般都是有 超過70%小朋友的合格率 而老師 也有98%以上合格的 他們不只是考一級的 有些考四級、五級 九級都試過 這次有位老師主任 考17級 是不是Pass了 不知道 考17級 很厲害 Pass了 真的很恭喜他 所以我們鼓勵 鼓勵小朋友讀經典 在考橋左往 鼓勵他成就 就是有證書 回給他 希望他能夠繼續 繼續他的學習 家長和學校關係 我們覺得很密切 我們很欣賞 家長很多時候 就會有他的心意 心經思卡 他會寫很多的讚揚老師 在剛剛結束的音樂劇 我們兩個多月的籌備 但是可以說 空前的成功 很多好的評語 在音樂劇結束之後 收到家長的感謝卡 很恭賀你們 升神得力險的演出成功 我們在29日的時候去看 覺得真的很感動 小朋友有機會參與 這麼大型的表演 實在難不可貴 也都很感謝學校方面的安排 老師的培育等等 所以在家長的說話 家長對學校的回饋 也是我們做好的動力 所以家長對學校 能夠親密多些 認識多些 就是培育小朋友好的途徑 好 我們來看看 老師又怎樣 十年數人 十年數沒有八年數人 老師真的很重要 在座我們很多老師在這裡 究竟自己反思一下 你是經師還是人師呢 你只是按照既定的教材 既定的課本去傳授知識 還是我們真的有使命感 我們真的能夠任重導軟 我們不斷地學習 來怎樣能夠提升 幫助小朋友學好 我們可以讓老師去 自己去思想一下 學校會做些什麼呢 一定是做老師培訓的工作 除了校內的培訓 校外我們都做很多 我們有機會跟老師去不同的地方 廣州 深圳 湖南 南京 天津等等去參訪 不同的幼稚園 不同的幼兒學校 我們會去參觀辭祭 在台灣那裡 我們都會很感動的 這個就是校內的 讀經典的培育 我們校董溫金凱先生 定時都跟學校的老師 一起開教師法者的分享會 認識中國文化 怎樣可以讓老師 能夠更加有這個能力 更加有這個知識 去做好他的教學工作呢 我們去到天津的天真園 我們的實驗學校 我們參訪學習也都很感動 剛才連吳校長就說 靈養雞蛋 我們上去看到那些小朋友 她是背著西瓜 是背著西瓜的 我今晚沒有拍到 亦都說 你怎樣去保護你的西瓜 怎樣去保護你的孩子 不要讓他跌爛 不要讓他痛苦 我們看到的時候 也都讓老師很大的感動 亦都可以很多的反思 我們去到台灣的慈祭機構 我們參加幼稚園 參加了很多大愛的行為 所以我們老師在座的 有很多機會參考 只要你願意 學校一定會安排 大學生招聘計劃 是我們這兩年會做的 我們希望能夠吸納一些 更加對誘教有熱誠的大學生畢業出來 而她又願意投身在教學界 我們做了兩年 在座我們也有好幾位 是透過這個大學生招聘計劃 是請回來的 她除了有自己專業的知識 她也有學士學位 有碩士學位 但是她會願意加入 有誘教的行業 所以她回了學校之後 她就會報讀 這個專業培訓 我們在座好幾位老師都在讀 我們希望多些老師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怎樣呢 這就是我的結語 其實教育 大家都知道說育得育人 教育大家都明白是傳導授業解惑 但是教育的核心價值 就是生命人格的探索和提升 我很希望老師 或者是有心這個行業的童工 能夠不斷去努力 因為好老師難求 剛才校長也有說 孔子也有說 得不孤必有律 只要你有能力努力 好得予以跟你一齊同步 我們希望 緣如天下有心人 共同努力 多謝各位